三艘北约军舰停泊在芬兰港口 即将和芬兰沿岸舰队的两艘列雷舰 实施为期两天的联合军演 将会聚焦在水雷应对和建立与国际框架的合作 并为参与今年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做好准备 芬兰长期主张战略自主 立场也始终维持中立不结盟 但是这一切都在俄罗斯强势入侵乌克兰后产生了变化 芬兰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加入北约 证件人士也透露 芬兰国会200位议员中有180位相当于9成都同意加入北约 而且不止芬兰 邻国的瑞典也是 25号芬兰和瑞典的媒体都报道 两国政府预计在5月22号起一周内一同递建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加深与西方联盟合作强化国土安全防御系统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